- 潛力股就是廣交所,相信廣交所有机会随着市会员 其实昨天节目,我已经说过这一句估计,因为昨天节目有朋友问 2000,就是凌富和3008,哪一只好一点? 我说3008是技术走势比刑户好,短线是有作为的刑户 原因就是这样,昨天节目说了,一上一落,这个低位就没有穿这个低位 只换言之,有机会形成小伤底,颈线在这里 应该是平衡的,现在说不是太,没有时间说到很准确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,平衡的这一点,就是小伤底 有机会形成小伤底,昨天节目看的,短线走势比刑户好 今天结果突然冲穿了,也是好凌富少少,是11%,凌富9% 应该是恒指9%,凌富可能是50% 可以查一查都可以的,查一查 看看凌富是怎么办 凌富8.5%,果然比恒指好 11%,好少少,11.7%,接近12% 现在穿了上去,成交增加了 这个成交是近期来说最高的,真的非常厉害 成交到60几亿 60几亿,上升动力大,突破小伤底的镜市 换言之,有机会在310多元就打底了 事实上之前有节目提过多次了 它跌破这个大三个人,量度跌幅是320元左右 结果穿了320元,310多元 我就说有可能已经完成了这个量度跌幅了 有可能是短期见底的,现在看样子就像了 中多因素夹来之后,所以有技术走势的潜力 有机会跌完之后,这个跌完之后就出现了反弹 明天估计,有可能随着市就调整,回一回 只要市就保持了这个位水平,就可以薄一薄去 吸纳薄去就反弹去高一点的水平 看上去,比较大的阻力已经去到这些位 可能去到400元左右 之后,有不错的游记回完之后 今天就不是太多了,这里是400元 最重要的阻力就是这里 今天来说和阻力就不是差太远了 422元,也有点水位 但如果回一回之后就更吸引了 所以可以留意着潜力就在这里了 就是港交所,让他们明天随时回转 去到350元以下,甚至340元 那时候可以薄一薄去 以300元,这个前低位,314元做一个指示 薄去就有机会冲上去高一点水平 例如到400元,甚至422元